昨天河南郑州一位女生在经历洪水的死亡威胁之后写的一篇文章感动了无数国人 一起来听原文 今天郑州暴雨 下午四点午夜就通知要停电 所以需要尽快下班 我和同事下楼后发现门口的积水已经到了膝盖 同事说硬着头皮过吧 我犹豫了一下不敢过 所以没有过去 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终究还是不想在公司留宿 还是烫着骑大腿伸的水过去了 坐上了地铁以为噩梦结束了 结果地铁刚过了一站 开往第二站的时候就停在了中间 走不动了 车厢就开始慢慢的往里伸水 但是还不太多 我们就在等 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有的人都傻了 后来地铁的工作人员安排我们慢慢的撤离 可是没走多远又要求我们回去 因为前方的水全部漫过来了 等全部人员上车后 车厢的水已经到了腰部 可是噩梦还没有结束 车外面的水一直在涨 也一直从门缝里往里渗着 慢慢的水越来越多 我们能站在座位上都站在座位上 最后连站在座位上水都到了胸口 我真的害怕了 可是最恐怖的不是水 而是车厢里的空气越来越少 很多人都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 我听到一个阿姨给家人开始交代银行卡号 交代家里的事情 我想我是不是也要交代一下呢 当时想联系的人很多 想说的事情也很多 但是最后都没有说出口 只给妈妈发了一句 妈妈 我可能快不行了 我有点害怕 但是妈妈回过来电话 我也不知道说啥 只说还在等待救援 就挂断了 从六点到八点半 一直都处在崩溃的边缘 慢慢的也不用崩溃了 因为我也因为缺氧而晕倒了 就在这个时候 妈妈给我打个电话 手机的震动叫醒了我 和妈妈说了两句 有个救援队的叔叔联系上了 我告诉他 我们缺氧快不能呼吸了 叔叔说 救援队已经到了 正在想办法 就在这个时候 车顶传来了救命的脚步声 有人来了 消防队的叔叔 在使劲的砸车厢的玻璃 一下两下 无数下 终于砸开了两扇玻璃 有空气了 我们可以恢复呼吸了 然后就听到车厢里面传来越来越多的声音 救援队终于来了 真正遇到生死的时刻 才更能体现人性的美好 这么长时间 肯定有很多人熬不住了 到处时可以听见相互安慰的声音 有获救的机会了 每个人都在喊着 让晕倒的人先走 两个男生架着一个晕倒的人 每个人都上去扶一把 把每个晕倒的人都先救出去 然后所有的男生说 女生先走 男生真的就站在两边 等着让女生先走 即使是情侣都放开了彼此的手 让女生先走 男生们在后面一个拉着一个女生走 我头晕走不动了 不管我停在哪里 不管男生女生都会说一句 你靠着我就可以 看着好多男生和消防员叔叔 一直泡在水里 接应一个又一个女生出去 真的是觉得很庆幸 生在华夏 生在一个有爱的国度 遇到一帮善良可爱的人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死亡那么近 原来只是嘴上说说 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这次是真的遇到了 原来意外真的会来 真的是害怕了 如果今天真的出不来了 我会很后悔 后悔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 后悔太多的人没有见 再也不能吃我最爱的麻辣火锅了 更后悔没有和爸爸妈妈 奶奶弟弟说句我爱你们 死里逃生后 这种感觉更加深刻 既然幸运的我活下来了 那么以后一定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好好地珍惜眼前的人和事 好多人发信息关心我 十分地感谢大家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